各位都知道 爭取提名過程我一直都是落後的 因為我是一個真正獨立的參選人 我希望做一個開明的建制派 除了得到建制派的支持之外 我也希望透過這個參選的機會 跟不同派別的人士溝通 爭取普選是因為覺得制度有問題 所以使得社會的公義不能彰顯 收到這麼多的意見 我會繼續跟進 在立法會會繼續為各位市民努力